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就是初十五了 初十五了 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 能够消除业障 来忏悔自己的人生 很重要 今天的白化佛法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做人应该怎么样有 这个禅物 禅物呢 就是说要有智慧的来开悟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有时候一忙一乱 这个人心就乱 心一乱呢 这个人就不容易静下来 所以过去呢 很多老法师高僧大德呢 他们呢 经常呢 推荐一些禅物的方法 禅物的方法 就是坐下来之后啊 自己到一间很安静的房间 一个没人打扰的环境 一个人 一盏灯 静下心来 这个坐在那里 大家看过很多饭店里 他为什么要弄一个小蜡烛灯 因为当你光线比较暗的时候 人思想容易集中 所以有些人呢 晚上做事情呢 心比较静 这也是有道理的 并不是说我们 喜欢这个晚上 做事情 实际上有时候呢 因为 人静下来了 边上没有吵杂的声音了 他能够静下心来 回想 无量 节轮回以来 我们在人间 应该静下来 好好想一想 我们无论在意念当中 还在语言 在身体力行方面 想一想 我们伤害了 许许多多的 茫茫的那些 朋友啊 亲戚啊 众生啊 因为我们为了一些名 为了一些利益 我们不顾伤害别人 其实最后 还是伤害了 我们自己 有些罪是有形的 有些罪是没有形状的 有些人 一直有报复心理 一直对自己的 朋友 亲戚 或者曾经帮过你的人 但是后来呢 你跟他关系相处的 不是太好 一直在心中 称恨他们 这就在伤害自己 有时候我们会 回想起 我们没有 敬奉自己的老师 和长辈们 有时候又想起 明明能够帮助别人 但是我们没有去帮助别人 有时候 我们又会想起 因为一时的贪念 我们去 争过来 抢过来 害得别人 非常的痛苦 有时候 因为我们的口舌 是非 我们 伤害了 很多的 茫茫众生 而且不理解他们 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泪水和 鲜血 我们没有 办法 来弥补 自己 做过的 措施 我们 没有办法让自己的 忏悔心 在 波涛汹涌的 大海当中 能够填补 我们做错的 犹如 像大海般的 罪孽 充满了整个世界 所以坐下来 好好地想一想 我的上半辈子 做了什么 我们的下半辈子 应该怎么过 好好地静下来 想一想 在那些欲望当中活着 在那些 称恨心当中活着 我们活得像不像一个人 坐在一个小房间里 没有别人 只有自己 还有你心中的佛 我想每个人都会悲从中来 黯然泪下 我们有很多的后悔莫及 有时候 痛彻心扉 无始节以来 像山一样的罪业 像海一样的业障 我们坐在小房间里 在忏悔 我们无语了 慢慢地 我们看到了 早晨的软燃升起的太阳 这时候 才想起 我们已经 开始学佛了 我们不应该再流泪了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点亮心中的 一直 想 把自己心中的菩萨 再请出来 离开 离开 我们那些 禅房 让我们 来回忆 佛陀的 一辈子 让我们 来想到 观世音菩萨的 大慈大悲 让我们在功德本上 也要同时写下 忏悔 我们 要发现自己 四无量心 我们每个人都有 只有 发菩提心 回归正道 所以 我们才会 不沦落到 人间的欲望中去 看着自己 成长了 看着自己 懂事了 看着自己 再也不浪费时间了 我们应该 轻轻地 合起掌 念诵着 佛经 想着 伟大的佛陀 观世音菩萨 突然 有一种 超脱的感觉 因为我们 祈愿 和有缘众生 我们 不再 成为 恶缘 因为我们 祈愿 我们要得到 大自在 因为我们 祈愿 我们要 为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众生 活着 我们不愿意 看到所有的人 投生在 三途八难之地 我们 祈愿 所有的 有缘众生 都要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我们 学习 心灵法门的人 都要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我们 祈愿 这个世界 没有战争 屠杀 和伤害 所以 当你 静悟 禅悟 之后 你会 慢慢的 脱离 你心中的 痛苦 离开 那些 爱 争 怨 恨 有时候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 看看天亮了 云也开了 雾也散了 心中 释放了不少 那些 一直在心中放不下的 家庭 孩子 那些过去 要懂得学博人 每一天 都会迎来 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要学习菩萨 抓住每一次 学佛的机会 上供 下施 我们要福慧 双修 我们要尊重 所有的人 因为我们的家 是在天上 我们人间的家 那是暂时的 我们来到这个人间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有 我们稀里糊涂的来 最后 稀里糊涂的走 我们不懂得利益无量 无边的有缘众生 我们怎么能够安住 自己这颗心呢 所以 不再轮回苦难 好好找到彼岸 学佛 就是让自己开悟 学佛 就是让自己 慢慢的来 理解自己 所以 所以坐在一间安静的房间里 一个人 一盏灯 静下心来 经常的 坐在那里 想一想 自己的爱欲 让自己 伤害成什么样 还能再继续 这么过日子 禅物 就是让你觉悟 觉悟了 你才会彻底的对人生 发出一种 发出一种光亮 所以 我们 要懂得 这个光明无量 光明无量 造成界 欲将欲望 皆消灭 我们要乐在涅槃 不在身 福慧 双修 才能 极乐 所以一个人 要有 心静 才能慢慢的懂得 禅定 好 今天呢 给大家呢 就讲了 一个 禅修 希望大家呢 要懂得 身心的健康 最重要 因为心定 则圣天 生定 则悠贤 知足 则快乐 少欲 生心 安 所以希望大家 学佛要每天开悟 而不是 单单的念经 要 从禅物当中 理解真正的佛法 和佛教 他在 教导我们 做些什么 指导我们 怎么样能够 脱离 人间的烦恼道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的白话佛房 就到这里 结束了 师父呢 今天呢 跟大家就讲到这里 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